谢谢 谢谢 今天我请客 李总随便点 我好像 好久都没有说过这句话 苦痛是成功的店酒食 现在的你 才是更好的你 真的吗 谢谢李总 其实我们家刚出事的时候 我也整天愁眉苦脸的 都长出皱纹来了 但是呢 米奇亚普拉达说得对 有工作的女人 是不会担心长皱纹的 因为有更多 值得的事情去思考 智慧的女人是宝藏 漂亮的女人是钻石 而可爱的女人 就像是名画一样 那据我考证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女人 因为你里面装满了宝藏和名画 李总 我真的配不上你的夸赞 其实我现在呢 每天只是希望 我爸爸可以早日回来 然后我也可以努力地工作 努力地赚钱 至于赚多赚少嘛 只要不是我爸的理赘就好了 当然 如果我可以有钱 能买到自己很多想要的东西会更开心 怎么能够得来 很好 这是我 我不知道 你这个房东是 这不是李总吗 曲总 这么巧 你也在这里啊 是啊 太巧了 曲总 约了你几次 你都说有事情 这下好了 居然在这儿碰到你 这可真是 相情不如我偶遇啊 是是是 太巧了 真是 来 曲总 快坐 这家餐厅啊 非常不错 实在很新鲜的地方 非常好 李总 既然遇上了 咱们就沟通一下 简而言之一句话 他DKK能提供的 我们技家 一定会比他们更好 李总是聪明的 做生意吗 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来 敬你 你好像是李总啊 对 还有DKK的老朋友 我们换个地方吧 好啊 好啊 刚刚碰见的那个人是谁啊 看你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 这家的曲总 DKK的老队手啊 以前两家CEO是一起创业的 后来反共产承招了 希望刚才我们和曲总的偶遇 不要被DKK方面的人知道 要不然一定会影响 他们对我们的信任程度的 怎么偏偏就碰见他了 为什么你们 都喜欢来这家餐厅啊 还有谁啊 我房东呀 这家餐厅就是他推荐给我的 还送了一张处置卡呢 你房东也是做生意的 我没跟你说过吗 我房东就是 易能够总才严厉啊 怎么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路上好像有个东西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小心点啊 是不是 我一直和你说话 分散你注意力了 没有 那我不说了 为什么 你说这个啊 这个是通勤包 老板送的 我老板人可好了 他对谁都特别好 所以你真的是为了李明彻 才喊我过敏的 小陈 颜总 帮我找一个换锁公司 叫他明天早上来换锁 我要一个安全级别最高的门锁 好的 颜总 再换锁公司 还有 包包归包包 衣服归衣服 食品归食品 洗户用品归洗户用品 喂 是我 先生 您今天约换所去不了了 已经安排好的事情 为什么要临时改变 先生实在非常抱歉 我已经交代过了 今天必须把我的门锁换新 确实人手不足 明天早上可以吗 好 那就明天早上 但是这件事情我会追究到底 客户的基本需求你们都满足不了 你们公司的服务是怎么做的 先生 您好 麻烦您进个字 好 通知人到日达 今天保证送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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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是严厉先生家吗 我是过来换门锁的 这是我的工作账 我刚才给严厉先生打过电话 但是他没有接 那我们公司还是协调了一下 决定还是您安排的时间我们过来 给您生活带来了困扰 确实不好意思 这锁也没坏啊 为什么要坏啊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那请你快一点 我改时间 好嘞 换吧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找到了 你好 女士 这个门锁已经给您安好了 麻烦您录入一下指纹吧 哦 好 好了 那个您先生在家吗 麻烦也让他录入一下吧 呃 你是说严厉吧 哦 对 他 应该 应该去上班了 好 行 那没关系 这样 回头您跟他说一下 让他按照这个说明书上的提示 直接录入一下指纹就可以了 这样您二位就可以通过指纹进门了 好 对 还要麻烦您个事 拜托您跟严先生再说一下 给我们撤销一下投诉吧 他又投诉了 哎呦 真是的 他这个人做事情有时候太过严苛了 放心吧 我会跟他说的 好嘞 谢谢您 祝您生活愉快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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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是什么呀 又是羔羊的包裹 节优快递 没有签收就把包裹放在这里 没有职业操守的公司 以后不能那么多 好 操作失败 操作失败 奇怪 操作失败 怎么会这个样子呀 换锁公司不会是来换锁了吧 到了 五十八块 我给你一百块 但是要麻烦你帮我进去 叫我秘书出来 留你一个人在车里 那不行 你把车开走了 我怎么办呢 好好好 我给你三百块 那那也不行 那那万一你是骗着 把我车上零件拆走了 我找谁去 要不这样 我把手机借给你 你打电话给你秘书 你会背下你秘书的电话号码吗 我可没有秘书 但是 我能记住我老婆 还有我妈的电话 你不会一个都不接电话 哎呦 你要是心里连一个值得嫉妒电话号码的人都没有 那活着 多失败 多孤独 你跟我来吧 哎 先生 哎 先生 哎你车备还没付呢 先生 哎 先生 哎 到底谁帮你付啊 啊 你稍等 我的秘书会帮我付的 哎 哎哎 到底谁啊 哎哎 先生 哎 我来付 哎 你们都别看了 别看了 别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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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锁换了就走了 他们到底是换锁公司还是强盗土肥 他们刚给我打个电话说那个换锁师傅录完夫人的指纹就走了 我正纳闷哪来的夫人看来是遇到了骗子 我马上报警吧 要不我先通知物业 希望不要造成什么损失 袁总 袁总 快先给我弄套衣服来 好 喂 哦 快递啊 嗯 行 好好 你直接送上来吧 嗯 对 我在楼上的 谢谢啊 什么东西啊 又 办公室小零食 我昨天刚下的单 今天就到了 这速度真是快 九块九包邮真是靠谱 以后啊 买包瓜子都不用自己去了 一包瓜子你至于吗 太至于了 你要知道兴奋的重点不在于这包瓜子 而在于等待着它被装进包裹里送到我面前时的那种期待感 你想象一下 当你打开快递时 发生的那种声音 那种喜悦和兴奋 这种感觉完美 我用心理学给你配音这件事啊 真看不出来啊 心机够重的 您这 好像不是在夸我吧 演技可真好 还要撞到什么时候 装什么了 怎么 还想玩潜伏 还想设计陷害我们 严厉把你调教得很好啊 什么又是潜伏又是设计陷害的 再说这跟严厉有什么关系啊 难道严厉不是你房东吗 难道不是他把你安排到我们身边吗 难道昨天晚上的局不是你们设计了吗 你们设计李总 巧遇曲总 再让严厉安排罗伯特看到这一切 不就是为了让DKK对我们失去信心吗 你说什么呢 而且 严厉昨晚也去红房子餐厅了 别再装了 不想难看 赶紧走人 没事吧 这俗话说得好 这脚臭不化邪香 我相信啊 一定不是干那种事的人 我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严厉是绝不可能利用我的 一定是他听说了我和严厉的关系 被迫害妄想中发作 小姐您好 您的快递 这就是你这瓜子啊 再见 谢谢啊 严厉 他还居然把我的行李都游击到办公室 还有垃圾分类 你不接我电话 不接我电话 不行啊 我得找他当面说清楚 严厉 你不接我电话 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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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严厉 能帮我叫她吗 不在 我也正在找她呢 严厉 找谁啊 高阳呢 你找她有什么事啊 她去哪儿了 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我不能随意透露 我同事的个人信息 尤其是不明身份的人 如果你认识她的话 直接打电话给她 这三个包裹里 全部都是我亲手打包的 我可以说出每一件东西 表哥 我不是 严厉 表哥 说了不是吗 我不管你是不是 高阳会去找你去了 你给我搞清楚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你不可以随便换我大门的锁 换你自己的指纹 还不告诉我 对 这是你家 不是我家 所以你可以一声不吭地 直接把我扫地出门 把我的东西直接流寄到办公室 喊垃圾分类 我到底做什么 让你讨厌的事情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做什么了 我平时还不够关心你吗 我从来不起业的人 因为你生病了 我大半夜上到中 起来照顾你 照顾我 你把薰衣草 放到我枕头里面 让我全身过敏 你害我没法参加 那么一个重要的会议 还照顾我 你事后不但不承认 你还想毁灭证据 这不是你看的吗 我承认 薰衣草是我放的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看你平时 老做欧梦睡不好 买薰衣草 是用来给你安神用的 我怎么会知道 你对薰衣草过敏呢 怎么 你还希望我感激你吗 你在陈明百货工作 李明成是你的老板 你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 那种关系 我根本不想要知道 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 你在替他做事 除了正常上班 我还帮他做什么事了 你明明就知道 我们是商业竞争对手 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害我过敏 难道不是吗 真是个意外 意外 你们一起参加派对 他晚上送你回家 送你拥抱 送你名牌包包 我知道 你们就是一起来设计我的 好 原来 原来 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的人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会给我餐厅的卡 为什么你和燕姨这么多年 一点都不联系 因为有你这么是非不分的外甥 是他最大的不幸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 我不是李明车 放心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还有脸回来 叶总 方盒子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 但是因我而造成的损失 我会尽力去弥补 我会去找那个罗伯特解释清楚 李总和曲总真的只是巧语 你说得到轻巧语 罗伯特他凭什么相信你 真的假不了假得真不了 他也不能连解释都不听 就直接给我们定罪吧 请你尽快离开 不要再给公司添麻烦了 解决了这件事我自然会离开 你说解决就解决 你解决得了吗 明朗 快来尝尝我特意为你手冲的这位龟下 高阳也在啊 李总 这是解约合同 是吗 吃饭了吗 没吃赶紧让你秘书下楼给你买两个牛角包 跟我这咖啡绝配 高阳 怎么又回眼圈了啊 熬夜了啊 李总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我们得抓紧去找罗伯特解释清楚啊 解释什么呀 到目前为止的情况都是我们胡乱猜测的 罗伯特从来没有说过 他看见我跟曲总见面了 所以说 我们要怎么为了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 做出解释呢 那就这样算了 我们多冤枉啊 要不是你跟年龄 跟艺能够拼销售业绩 哪有那么容易 这就要看高阳了 高阳 你们策划部马上出一个 以提高营业额为目标的艺术改造方案 越快越好 好 我马上去准备 然后给您回报 先不用跟我回报 先跟叶总回报吧 叶总比我有经验 快尝尝我这咖啡 李总 尝尝 凉了就不好喝了 无聊 记得复诊取报告 好 主要就是粉尘过敏 平时自己要多注意 除了熏芸草之外 别的花粉也尽量都别碰 听说 现在有一个脱敏治疗 你觉得这个有用吗 脱敏对你现在这种情况没什么用 愿意治的话 治治失眠吧 你这种年纪长期睡眠障碍的话 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我只是过敏 你这样就可以看出是失眠啊 当时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女孩说的 说你经常做噩磨还失眠 所以她同时告诉她 薰衣草有助睡眠 但没想到你会对薰衣草过敏 她才特意跑回来 问我失眠应该怎么调理 帮忙坐下问题调查吧 小姐 你好 可不可以帮我做下问题调查呀 就很简单几个问题 帮忙忙 小姐 你好 可不可以帮我做下问题调查呀 帮忙忙 不要听我不好意思 这做了一天 就做了几百份 可真山上下班也做不了一千份呀 好了 你别泄气嘛 咱们今天做不完的 明天继续做呗 明天做了今天怎么办呀 加起来又是一千份 这第一天我脚就起泡了 怎么办呀 不管怎么样 一种愿意给我挽回的机会 再难我也必须做完 给你们买了一些热奶茶 你这也太客气了 给你个拥抱 那我走了 给我们留一杯啊 不是都给我的 喝得完 嗯 那我给小班拿过去 啊 怎么样 累了一天了吧 辛苦了 不辛苦呢 李总 我先去把这些做完啊 好啊 对不起啊 李总 我刚才没站稳 今天没怎么吃东西 可能有点滴血糖 先喝点东西 不急着一会儿 谢谢李总 给我吧 就算是工作 也要注意身体 我可不想被人说 是压榨员工的恶魔啊 高阳 怎么了 我好像听到严厉的手机铃声了 是不是太紧张了 这个时间严厉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也对啊 可能是我出现幻听了吧 最近是有点累了 你好像还挺在乎严厉的 怎么可能 别开玩笑了 我就是被他一直管着太久了 所以听到跟他有关的 我全身寒毛就集体立正 真的 哎 那话说回来 他真是你表哥吗 幸好不是 是 不然的话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他了 现在正好是吃饭时间 我带你去美食街看看吧 那边人多 看看能不能多发一点 好 走吧 我到底来这边干什么 好 找我什么事啊 哦 就是 我忘了告诉你 幻所那天 我误接了你一个视频电话 一个叫做 詹德森的外国人 你知道吧 哦 怎么了 我听他有提到方和子 所以 我觉得应该是对你来说 比较重要的电话吧 这个电话 会关系到我们亦能够一千多万的盈利 要是因为你造成了任何的损失 我就有权利追究你的法律作用 这么严重啊 那我现在决定 不告诉你 再见 站住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看看你什么态度啊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再说了 这么重要的情报 我得先去告诉李明澈了 你赶紧去啊 你打给他 叫他来接你 你不是不住他家吗 你现在有了这个情报 李明澈就会更喜欢你了 你少冤枉人了 我怎么可能和他住在一起啊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 要不是王晓再收留我 我早就露出街头了 虽然他家 又脏又乱 沙发又小又硬 都是因为你 我长这么大都没睡过那么小的沙发 我讨厌你 既然这么惨 就搬回来吧 要我搬回来也可以 但你要先和Robert解释清楚 李明澈和那个曲总没有关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答应了 所以你刚刚也在邀请我搬回来 哦 对了 你怎么都不问问我 詹德森说了什么 他和我说 邀请你参加他们公司十周年的庆典 不过 他可能是误会我们俩的关系 所以他又邀请我和你一起参加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就这么完事了 你要是再冤枉我的话 我就 我就立刻搬回来 每天都气你 气死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那 我今天就搬回来喽 那 我今天就搬回来喽 我的大床 还有我的小草莓 真好 舒服得我都想直接睡到明天早上 好 我可是为了更好的监督严厉实现承诺 不然我才不会这么轻易回来呢 本小姐也是有尊严的 不过想想 我是被请回来的 还真是让人愉快 我就躺了一会儿 这一小会儿 为了做温泉调查 我站了一天 我的腿都麻了 我就休息一会儿 我就回房间 一会儿 你别好 心情啊 先吃一点再睡觉吧 给我的 好感动呀 我是不是要去餐厅吃啊 就在这边吃 真的 你不是不准在沙发上吃东西的吗 但你绝不准给我滴一滴油在地上 我实在是太累了 收到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呀 你要干什么 你先说你们公司拥有多少人啊 一千多人干什么 真的太好了 那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公司员工 帮我做调查问卷啊 当然不了几分钟呢 而且还可以叫他们的老公老婆 老妈老爸一起来帮我做 那五千份调查问卷根本不算什么呀 你让我们电商的员工 帮你们百货公司做问对调查 我们是竞争对手 李明车不会觉得你帮衣能够做卧底吗 那怎么办呀 这可是我工作以来 遭遇最大的困难了 帮帮我吧 让你遭遇困难的人不是我 你不是一直说李明车对你很好的吗 他这次怎么袖手旁观 我问你 你现在还有晚礼服吗 没有 你下单我付钱 叶总 叶总 这件衣服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 真是太漂亮了 你也要买这套衣服 就要这件了帮我包起来吧 谢谢啊 好 不好意思啊叶总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来着 叶总 我觉得这件衣服你穿啊比他好看多了 可是他已经先买了呀 那世界这么大 你们两个又不可能去同一个场合 咱们就更买个的呗 算了 我不要了 哎 您好 可以帮我做一下调查问卷吗 不不不不 哎 您好 可以帮我做一下调查问卷吗 很简单的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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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您好 可以帮我做一下调查问卷吗 怎么样 今天这件差一点就让别人买走了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抢到的 好看吗 这还有人会抢啊 这跟宴会上李斌小姐穿的衣服是什么不一样的 你这是什么眼光啊 这个叫做透视装 是今年大热的流行趋势 懂不懂时尚 退了 我帮你挑一件 为什么呀 这件哪里不好啊 我可是在节约的标准下挑中的 再说了 是我穿 又不是你穿 你喜欢你自己买单 但现在是我买单 原来是在网上买啊 我还以为你会陪我逛商场去吗 网络货源多 始码权 还可以分类搜寻 我觉得你是需要享受一下 科技带来的方便 可是这完全没有购物的感觉啊 如果去商场买的话 会有漂亮的导戈小姐姐 陪我试衣服 还可以和我分享搭配的经验 然后走累了呢 还能去休息室吃甜点 这多有真实感啊 这对着电脑屏幕 多无聊啊 你的目标 到底是购物 还是聊天吃甜点 你所谓的享受 在我看来 只是浪费时间 如果真实购物 是浪费时间的话 那干什么不算是浪费时间啊 工作 我可不想跟你一样 当个无趣的工作狂 工作狂 你不会就这么的 过完你这一辈子吧 好了 你就在这个品牌目录里面选一些 不是吧你 你买衣服还要给我划分范围啊 要还是不要 要 你挑的这个牌子 可比我买的那间还贵 你确定吗 与其挑来挑去浪费时间和精力 不如挑选被用户和时间验证过的 经典品牌 这就是花钱买时间 物有所值 购物的最大的乐趣之一 就是比较和选择 像你这么简单粗暴的买法 简直胡争生剥夺了我的人生乐趣 看来我无意中拯救了你的人生啊 您真厉害 竟然把那么魅力无穷的购物 都搞得这么无聊 恭喜你我人生第一次 面对这么多美丽的衣服 竟然一点购物欲都没有 很好 就这件 等等等等 这件也太传统了吧 你确定让我穿这件吗 这是经典 可这礼服肯定要合身才行啊 那我得自己去试一下 尺寸哪怕差了那么一点点 都会影响着装效果的完美 通知一号舱 帮我找商品条码 六五五四 六六八八九九六五五零 每一个尺码 都送过来一件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记住你保证的事情 我的朋友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 서울哪里 我也替试一下 我上次聊过 那呀 你会好吗 我去看荣誉 你也说 你们这个女人 都要去看荣誉 我还是去看荣誉 那一天 我都要去看荣誉 你等一下 我不是厨害你 不过严总今天出现在这儿 我倒是挺意外的 严总平时不是不太喜欢 参加这样的场合吗 也没有什么 人有时候会难免 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严总 李总 欢迎你们 您好 签德森 没想到你们俩一起来 好 那我们进去吧 你们请 坐吧 米朗 优优独播剧 优越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小陈怎么调查 这么多人远超过一百多人 这么巧啊 果然女神的眼光都是一样的 表哥 怎么样 最近心情还不错吧 你刚叫我什么 表哥 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高阳的表哥呀 别跟他乱攀关系 不过李总 你最近怎么不声不响的 跟高阳关系这么好 怎么能说是不声不响的呢 高阳在陈明百货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严总消息这么灵通的人 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是吧 正所谓灯下黑 身边越近的人 越不容易发现 严总学会说笑了 李总 严总 露伯塔 你们慢慢聊 严总和李总心智很高啊 有什么好消息 可以供大家分享吗 没什么闲聊而已 是啊 我正在跟严总聊家事 比如说 技嘉 怎么 严总对技嘉也有兴趣 技嘉那位屈总 最近很活跃 为了尽快铺成全国市场 他也是煞费苦心的到处活动 我有很多的朋友 都被他碰死了 是啊 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 正在吃饭 恰巧也遇到了这位屈总 当时特别尴尬 我想走都走不了 嗯 商场如战场 总有些人不自手段 是啊 好在我们相互幸运 他也掀不起什么锅了 正好而为都在 有件事我提前说下 DKK旌旗会签约一位 知名的怀疑尸体士 然后会尽快推出 DKK和该设计师的 联名款新的商品 是吗 那这是好事啊 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强强联手 又可以打响品牌 又可以让大众提高知晓度 这些年商业上品牌联姻的事迹已经很多了 入境问俗 因地制宜 聪明 谢谢 那方不方便问一问 究竟是哪一位设计师 受到了你们DKK的青睐呢 还未正式签约 这是商业机密 如何封锅 不过无论是谁 目的都是为了更切合全国市场 所以严总 李总 公司对全国市场这么看重 对二维的考察也会很严谨 当然 干杯 您就是卓博特先生吧 是的 您好 我是高杨 高小姐看起来真实的 但是光彩多目 真没想到 这些衣服还可以这样改造 简单的处理有了大改变 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谢谢您的夸奖 我只是一时突发奇想罢了 可惜高小姐不是设计师 否则我都会考虑把你 嫌到我们DKK旗下了 能得到您的认可 我非常荣幸 不过有件事情 我想和您解释一下 郭瑶 我能邀请你挑一支舞吗 可是那件事情 要和Rubo的解释清楚啊 来吧 你拿着 走吧 李宗盛 我宴 太拥挤 总想找个地方歇息 于是她选择 停留在原地 爱情这游戏 总想换这方式清醒 也许有了我爱她 她却爱你 调得真好 看咱们真像天生一对 我反复联系 把你忘记 让一切归离 我爱你 好爱你 我没有想到你可以说服严命 来帮我诚映这件事情 她真的说了 对 而且 强得好处 这个事本来就是因她而起的 不用谢她 应该的 谢谢你 你忘记 藏在记忆里的事 故事遇到伤病 严总 嗨 张德森 严总果然如同传闻中一样啊 怎么 你指工作狂 还是说我冷血铁面 在我这里看来 这种形容不是贬义 起码这些特质很打动我 尤其是作为友好的合作伙伴 因为你的思维敏捷 才能很好地沟通 你想怎样的合作 我想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我们的产品销量大幅增长 但是在其他国家 还羁押了大量的滞销旧款 高库存却只有危险 贸然打折又会影响现金流 严总真是聪明人 直接看到重点 当然 总公司的规定我是不能违反 不能跨区调货 但是作为商业合作 我有决定权 如果你真的能帮我解决 滞销的库存 作为利益交换 帮你解决方和子 成江 合作愉快 我先走了 请便 真没想到这个酒店的天台这么美 既清静又能看见远处的江景 我看你今天晚上喝的也不少 带你出来偷偷气 怎么样 感觉好点吗 谢谢你带我来看这么美丽的景色 老板 你真体贴 不像那个严厉啊 整天就知道板着一张脸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很严厉 老板 我看颜总今天晚上也挺忙的 看来顾不上你了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那太麻烦你了 这里真是太美了 这么冷还穿成这样 还在外面干嘛 赶快回家 你笑什么凶啊 林总 那我先走了 拜拜 等我一下嘛 谢谢你帮李明车澄清 我知道这件事情为难你了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昧着良心 让人家因为我而受到连累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我也特别感激你 在我醉走头无路的时候 是你把我带回了家 只想简一只留到我 我以为熏云草那件事是你故意做的 我误会了你 你说什么 你也有不对 我也有错 李明车没吃亏 这件事情 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什么叫做你也有不对 我也有不好 明明都是你不对好吗 你为什么 提什么冤枉我 那天晚上 我看到李明车送你回家 又加上她之间送你包 然后这种种的事情加在一起 就误会你是 再帮她取得方何责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 误会解除了 对不起 在我们成名百货的团队当中 是任何造假的行为都接受不了的 因为这涉及到人品 公正 信任的问题 我相信李总也没有任何意义吧 所以我想请问二位 这一千份造假的调查问卷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跟刚刚为了这些问卷 天天站在街上 从早站到晚 骑得比鸡早 睡得比牛晚 辛辛苦这么多天 叶总 你说话负点责任行不行 负责任 谁的电话号码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啊 还有这么多重复的 难道所有的顾客都用共用电话吗 这怎么可能啊 连造假都不走点心 到底是谁拔责任啊 整整一千份造假的调查问卷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可是这些问卷 都是我一份一份 找人认真做的 不可能造假呀 可是 这些电话号码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对呀 我们找人做的时候 他们都写得挺认真的呀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事实就摆在面前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我们真没有 造假的人 必须立刻清除出团队 否则难以服众 李总 这是原则问题 事实就摆在面前 如果造假的人不辞职的话 那那些在团队里凭着真材实干 去努力去拼搏的人该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团队 我以后不知道如何去管理 这个团队 就是 不必的 突然 就冒算 Cinik 那些贵 就是 咱们 继续 valor 取辑 团队 需要 杂释 心 中国 寻 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干什么 杯子还给我 让我喝 我又失业了 我不开心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今天发生什么事 上次喝酒是因为 家没有了 我好不容易重新开始 这次呢 工作也没了 也把朋友给害了 我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就是不停不停地失去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辛辛苦苦做的问卷调查 全是假的 可是我没有操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只知道 因为我 老小在白白辛苦了这么多天 他甚至会因为我而丢掉工作 这个策划不都没有 那就辞职啊 你可以找一个新的工作 可以重新开始 不一样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它是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 是我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它是我不是废物的证明 它是我人生意义的证明 在这份工作里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的人生价值 第一次交到朋友 他对我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饭碗那么简单 他因为这更多 比更多更多你明不明白 我甚至还常常幻想 等我爸爸回来以后 他会看到 我在这份工作上 已经干出了一些成绩 他会为我感到骄傲 怎么了 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什么声音啊 你没有听到吗 你唤听了吗 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 你不信我给你找出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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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声音哪 有 有 那是我的房间 不是 不是 声音 声音 我警告你啊 我警告你 别像上次一样 吐在我的房间 嘘 嘘 嘘 没有东西啊 你看 我就说有声音吧 你还说我换听 这不在这儿了吗 他是卡住了 真可怜 真可怜 和我一样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是不是 我说什么 你都不相信我呀 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 你别跑 我 我没有造假 你相信我吗 你相信我吗 嗯 你看看他呀 我都这么倒霉 他还撞来撞去取笑我 我 我没有造假 为什么不相信我 为什么都不相信你 泪雨来了牵挂你 那水流入住的倾桑 是我 是我 人生 总是会有很多的不如意 那一切都是对你的考验和磨砾 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成长 是我 会让你懂得珍惜 痛会让你变得更坚强 就算全世界没有人相信你 我相信 也相信你可以微笑面对明天的到来 安心地睡吧 安心地睡吧 可爱